农历春节前夕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办理庚子银春辉豪活动 除了邀请书华民家现场辉豪送春联之外 也向民众宣导不向公务人员请托官说等陋席 年关将近也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避免诈骗 春节期间出门在外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新年到除了穿新衣戴新帽 最重要的是除旧不新 在家里张贴喜气洋洋的春联 随警察局特别举办了庚子银春辉豪活动 邀请11位书华民家现场辉豪 免费赠送观众朋友春联以及化作 同时借由这样的活动宣导连政反贪的一个理念 呼吁我们的民众响应政府的政令 不要对远景送礼杜绝红包文化 我们要感谢远景的辛劳 只要说声谢谢就好了 共同建立清廉的政府 另外我们也要扩大宣导民众 反诈骗少年安全富有安全以及交通安全 宣示警察机关守护民众一起平安过年的一个用心 并且提醒大家农历春节期间 应注意交通安全提高警觉 避免诈骗抢夺以及窃盗 让警察守护大家一起平安过年 红通通的春联看着应景又喜气 有老师亲手会上可爱的图案 象征新的一年能够顺利圆满 民众也大排长龙等待领取新春必备的春联 要将鼠年满满的祝福与期许带回家 凯破新竹简书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